我照顾施明的程雪三年,他复明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找前男友复合,并且高调求婚,媒体问道对于他们婚期将近的看法时,我面对镜头,真诚地说,祝你们新婚快,乐,他却冒着大雨来求我不要离开他,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电视里,已经被推送了好几天的新闻,何氏集团太子何玉博终于收心。 被女友高调求婚,两人相伴五年不离不弃,感动了无数网友,许多人献变程雪是现实版本的灰姑娘,遇到了自己的王子,媒体更是称赞程雪单膝跪地,捧着戒指。 向南方求婚的勇气视频里,她眼睛亮亮的,依旧那么漂亮,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复明后的眼睛,我关上了手机,将准备好的戒指,冲进了马桶,晚上我就出院了,本来也只是一点擦伤而已。 当时为了找程雪太着急,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电动车,如果不是看到商场的那屏幕里,直播的那场浪漫求婚,也不会躲进了医院。 我回到家,家里一片漆黑,安安静静的,只有挂钟在走的声音,这是我和程雪的家,我以为这是我和程雪的家,三年前她出了车祸,何玉博出国了。 我就将她接到了这里,照顾她,往常我从外面回来,程雪都会从卧室里出来,她会问我累不累,然后我去做饭,我们再躺在沙发上,或者我给她弹钢琴,她会小声地跟着哼哼,一晃三年过去了,最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 我将灯打开,桌椅板凳的边边角角,都被我用不包起来了,其实不只是桌椅板凳,家里凡是有棱角的地方,都被我包了起来,我怕程雪会受伤,哪怕是她已经很熟悉这个家了,我还是不放心,我心里一阵苦笑,走过去将包着的布一点点撕开。 她的眼睛已经痊愈了,不再需要这些保护了,扯得力气太大,我的手指撞到一旁的桌角,是很疼,疼的人心脏都不舒服了,看吧,程雪还说不用包,这么疼,怎么能不包起来呢?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,我转过身,程雪站在那里,她穿着红色长裙,嘴唇也涂得艳丽的红,那是何玉博最喜欢的颜色,你在啊? 嗯,我继续去扯那些布,她快步走过来,高跟鞋踩在地毯上,只发出细微的声响,她就站在我面前,看着我将这些布都撕掉,露出原本的棱角,十几秒后,她突然笑了一声,也是。 反正,我现在也不需要了,嗯,弄完这些,我直接进了房间收拾东西,毕竟生活了三年,这里的东西还是有点多的,不过重要的,没几个,我拖着行李箱出来时,程雪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她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,见到我拉着行李箱,她快步走过来,哽着脖子,你不用走。 这是你的房子,我走,房子我要卖掉了,她听后脸色一白,嘴唇有些颤抖,你,你就这么想毁掉我们的过去吗? 我从来不想毁掉什么,你不想吗?我反问她,我认识她十年了,她的性格要强,什么都要做到最好,但是这三年里,她什么也做不了,就连吃饭都需要人喂。 去洗手间都要人搀扶,三年里,她除了去医院,几乎不会出门,她不想任何人看到她脆弱的样子,那是她最狼狈的时光,这三年,应该是她最想的毁掉的记忆吧。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,而部肌肉微微抽动,猛地转身,拿过扔在沙发上的包,我的东西都扔掉吧,说完,便摔门而去了,没过多久。 我也离开了这里,我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认识的成学,我五岁的时候被拐卖了,爸妈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将我找到,虽然我回了孟家,但是却已经找不到任何归属。 尽管爸妈都对我很好,但是那种陌生感始终伴随着我,成学的父母和我爸妈是好朋友,他经常来我家,使他一点点开导我,陪着我,我才能适应这个家,才能逐渐打开心扉。 因为我十五岁的时候,成学家里破产了,我还来不及安慰他一句,他们家就火速搬走了,之后,我一直在找他,我答应了爸妈,以后去公司帮忙,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帮助到成学,我考到了成学所在的学校,成了他的学弟。 再见时,他就已经和我印象中的人不一样了,他没那么爱笑了,总是冷着一张脸。 只有在面对何玉博时才会笑,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冷漠,距人余千里之外,我很心疼他,他明明之前是那么温暖,那么爱笑的女孩子,何玉博的家境很好,于是成学又变得满身名牌。 可是,当成学车祸住院时,何玉博却始终没有出现过,他父母已经没了,这些年都是他一个人,我心里愈加难受,不顾家人的反对,照顾成学,爸妈希望进公司,但是要照顾成学,我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,他们将我赶出了家门,我就一边去酒吧或者餐厅弹琴唱歌,一边照顾成学。 帮他,治眼睛,那段时间,他的脾气很差,动不动就暴跳如雷,我的脸上手上,现在还能看到浅浅的伤痕。 他说他就是一只被废掉翅膀的天鹅,活着但是没有意义,在医生说,他的眼睛有很大概率刻意复明时,他问我,你将我治好,就不担心我会离开你吗,我从来都不怕他的离开。 我怕他不开心,怕他会一直消沉下去,关门时,我再次看向这个生活了三年的地方,朋友知道我和成学的事,约我去看音乐剧放松放松,我已经很久没来过了。 这些年,我和成学其实一直过得非常拮据,现在想想,好像也能理解他的离开了,毕竟我也会觉得那样的生活辛苦。 朋友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,那不是何玉博和成学吗,真是晦气,到哪都能遇,到,我看过去,他们坐在我前几排的位置,我摇摇头,不是他们,虽然他们的背影真的很像,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,对方不是成学。 直到那个男人侧身帮身旁的女人整理头发时,我才看到他的侧脸,竟然真的是何玉博,但是他身边的女人不是成学。 结束之后,我急忙追出去,何玉博紧紧地护着那个女人,他对成学似乎没有这么贴心吧,女人携带松了,他立即蹲下身子,帮她系好。 这还是我认识的何玉博吗,那个女人回头时,我愣在了原地,她竟然和成学长得这么像,简直像双胞胎一样,我刚要追上去问清楚,手机就响了,是我姐打过来的。 她说,我爸生病住院了,让我赶紧过去,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,急忙赶去医院,去的时候,姐姐在医院门口等我,爸怎么样了? 她叹了口气,你进去就知道了,我的手忍不住地颤抖,心里被恐惧紧紧地裹挟着,大脑也一片空白,可我一推开病房门,就看到我爸坐在病床上笑着吃水果。 爸,她看向我,将水果放到桌子上,表情严肃下来,我妈起身过来抱住我,一边哭,一边垂打我,你怎么这么狠心,说不回家就不回,家,姐姐扑斥一声笑出来,是爸想见你,才想了这么一个拙劣的借口,我也被吓了,一跳呢,我爸冷哼一声,瞪着我姐,谁说的? 我本来就是病了,姐姐笑起来,是是是,感冒也会是病啊,毕竟都烧到了三十七度,我爸的脸一红,僵着脖子不说话了,我的胸口被我妈的眼泪打湿了,对不起,病房里一片寂静。 爸妈看着我,我走过去,扑通一声跪在我爸面前,儿子,你这是干嘛呀,我妈想过来扶我,被我姐姐拉住了,爸。 妈,我对不起你们,是我太过分了,我爸掀开被子下床,扯着我的胳膊,将我拉起来,他的眼眶红了,眼睛里有亮晶扇的东西在闪烁,他们真的老了很多,我爸的头发都花白了。 我妈也多了许多皱纹,我竟然真的三年没有回家,三年没有见一面自己的父母,愧疚像洪流一般涌上了心头,让我的鼻子有些酸涩,我爸拍拍我的肩膀,也,也是爸当时话说得太过了,我们都愣住了,没想到我爸会道歉,他从来都是一个强势,不容反驳的性格,我的心里愈驾难受。 谁知我爸突然抱喝一声,你要是敢哭,我打断你的腿,我赶紧吸了吸鼻子,没哭啊,我没说要哭啊,我妈走过来,期待地看着我,回家吧孩子,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爸妈在,也不干涉了,我握住她的手,帮她擦眼泪,以后不会再这么不懂事了。 半个小时后,我爸出院了,回去后,我专门去问我姐,她和何玉博是大学同学,应该知道一些,我姐听到我的话后,叹了口气,她就是何玉博的初恋女友,我姐说,那个女人名叫英雪, 就连名字也都带着一个雪字,英雪家境普通,还是何玉博的家庭老师,何家自然是不会同意两人在一起的,将英雪强行送出了国,我有些不明白了。 那为什么她还要找成雪呢?姐姐摇摇头,这就叫白月光替身,懂不懂,何玉博虽然一直都有许多绯闻,但是没想到她的人品竟然卑劣至此,一边和英雪约会,一边又答应了成雪的求婚。 我医院帮我爸拿病例单子的时候,何玉博竟然也陪着英雪来的医院,更让我惊讶的是,英雪竟然已经怀孕了。 何玉博,你知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?他看到我也不心虚,无所谓地笑,那又怎样,那又怎样,我脑海中出现了成雪捧着戒指,跪在他面前,泪流满面的样子,怒火一下子冲到了我的天灵盖。 等我反应过来时,已经一拳挥了过去,何玉博没有防备,被我打倒在地,英雪尖叫一声,急忙去扶他。 何玉博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,起身将人护在身后,姐姐说,何玉博很爱英雪,我相信了。 他所有的肢体语言,都在保护着英雪,孟复生,我和成雪之间的事。 劝你不要插手,否则我一个不高兴,不管英杰,婚,我怕他会怪你呢。 他说完,便揽着英雪离开了。 其实,我该相信他比我更了解成雪。 确实如他所说,成雪来找我,为什么打人,为什么要打何玉博,你知不知道他马上要跟我结婚了,我只是他眼里的愤怒,那你知不知道他和英雪在一起,他们有已经有孩子,怕。 我后知后觉地抹上自己的脸,成雪的指甲将我的划了一道口子,整张脸都是火辣辣的,但没有破了的这里,钻心地疼。 孟复生,我最后跟你说一遍,我的事轮不到你管,我看着指尖的血,想生气却笑了起来,你放心,我以后都不会再管了,我走的时候。 成雪还站在原地,司机打开车门,看了眼成雪,他也是认识成雪,好好的,怎么变成这样了呢? 我透过车窗去看他,他就站在白花树下,背着光,风将他的长裙吹得紧贴在身上,看起来单薄又孤。 读,司机大叔还在感慨,成雪以前多乖的孩子啊,哎,真是,我想起之前的成雪,十六岁的成雪,他喜欢坐着看我,有时候在凳子上,有时候就直接坐在草坪上,他说希望所有人都能坐下来,好好说话,他的父母是一对鸡年的怨偶,每次碰到一起就跟斗鸡似的。 别说坐着了,不打起来就已经很好了,所以他喜欢来我家,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放下了,就那么一瞬间,心里有一团东西被吹散了,我终于明白,成雪不会回来了,十六岁的成雪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第二天一早,用人过来说,成雪来了,想见见我,爸妈想说什么,但最终对师一眼没有说话,回房间去了,成雪特意穿了简单的衣裳,将头发高高扎起来,我妈就喜欢女孩子这样,精精神神的,她还记得,对不起,她想摸我的脸,被我躲开了,她尴尬地收回了手,我昨天是气急了。 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,我真的很后悔,跟你动手,我叹了口气,我没有怪你,反而应该感谢这一巴掌,如果不是这一巴掌,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地面对她。 那就好,我们坐在一起,却没有话讲,最后,还是我问了一句,你和何玉伯怎么样了,她嘴角上扬,一副幸福新娘的模样,她欠着我一条命,不会不娶我的。 我刚要问她什么意思,她就起身准备离开了,副生,谢谢你,她走的时候,好像哭了,我妈马上六十岁大瘦了,我也跟着忙了起来。 成雪的事情,彻底被我抛在了脑后,呦,干活挺麻利的嘛,好熟悉的声音。 我猛地转头,就看到宋小站在我身后,她拉着一个行李箱,看到我就开始笑,干嘛一脸见鬼的表情,看到她瞪我,我赶紧收回眼神,解释,太久没见你了,差点没认出来,她哼了一声,突然靠近我,我吓得赶紧躲开,她不开心了,我是母老虎啊,我的肩膀隐隐作痛,不是母老虎也差不多。 她脾气一直火爆,我的肩膀上之前就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,直到现在,那个疤还是清晰可见,一想起来,我打了个冷战,我姐走过来,小小现在是服装设计师。 爸妈这次寿宴要穿的衣服都是她设计的,她出国的时候,我还去送她来着,结果堵车,赶到的时候,她已经走了。 谁知,她刚一下飞机,就打过来电话,对我破口大骂,最后骂着骂着,还哭了起来,我又不得不去哄她。 总之,宋小在我心里两个字,足以概括难缠,小小住你隔壁房间,你带她过去。 好,我接过她的行李箱,这么多年没见,你老了好多,我翻了个白眼,我就知道她是我的灾星,是,您美丽就行了。 她嘻嘻嘻地笑,帮她弄好房间,她扔给我一个精致的盒子。 给你的礼物是一个胸针,设计精巧独特,还是我喜欢的蓝宝石,这是我设计的第一件珠宝,没人要赏你了。 她的毒舌,我们早已习惯,那要不要我跪下谢恩啊,宋小理所当然地点头,当然要了,去你的。 宋小来了之后,我家的笑声都多了,我差点忘了,她虽然脾气不好,但却是个开心果。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,必定是充满欢声笑语的,接下来的几天,我的行程被她安排得满满的,我们走在高中的校园里。 但是谁都没有说话,走着走着,就有些尴尬了,于是我发出感慨,我们的学校还是没怎么变过。 没想到宋小丝毫不给我儿子,你眼睛没事吧,这还变化不大,我气得翻白眼。 不过,那个时候,你可不会像现在这样乖乖陪我散步。 好像是,其实我和宋小也是从小就认识,但是我们俩的性格差距太大,我不爱讲话,她话太多,所以我总是躲着她。 我越是躲她,她就越爱找我玩。 慢慢地,我们就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模式,现在想想,我真是不得不佩服宋小的经历,它像个小太阳。 永远发着光,永远这么热烈,这是我没有的,也是我羡慕的。 你那个疤还在吗?我点头,当然在啊,你知道你差点咬下我一块肉,她撒撒嘴,是不是都没跟你说过对不起啊? 不用,都过去多久了,她哼了一声,本来我也没打算说,我被她的小表情逗笑。 如果不是你老想着成雪,我才不会咬你呢?似乎是这样的,那次也是因为她不让我去找成雪,之后,两人说着说着几眼了,她才咬我的,她小心黄弩地看我,成雪要结婚了。 我点头说是,见我没什么异常,她暗暗松了一口气,其实宋小新很细。 有时候,她比成雪更能察觉到我的情绪,只是她那时候太活泼,太骄纵,让人无法将她和细心联系到一起。 我爸妈见我们一起回去,笑得见牙不见眼,我妈很喜欢宋小,她喜欢活泼开朗的孩子,可惜她的一对二女儿,没一个是这个。 性格,小小,这次真是麻烦你了,累坏了吧,宋小看我一眼,不会啊,有父生陪我呢,而且还能见到陪叔叔阿姨,我可开心。 嘴真甜,我妈就是被她这样一步步俘获的,寿臣那天,来了不少的亲朋好友,我和宋小有些格格不入。 坐在角落里,她指着那些宾客,你看她那套西装,五彩斑斓的黑,随后又指着一位女宾客,你看的礼服,我敢打包票。 这个设计师一定是在菜地里进发出来的灵感,被她这么一说,那条裙子真的很像一颗白菜,我极力地忍耐着笑,但是,越是不能笑的场合,越是想笑,那是成雪吗? 宋小拍了拍我的肩膀,我看过去,成雪也在看我,她身边站着何玉伯,她说得对,何玉伯又答应和她结婚了,成雪目光落在宋小身上,缓不走来,她静止走到我身边。 想要挽我的胳膊,被躲开了,她的手就这样将在半空中量酒,复生,过来一下,姐姐冲我招手,我看了眼宋小,她点点头,我才离开,姐姐想介绍几个搞音乐的人给我认识,一番寒暄后,我便打算去找宋小了,刚一转身,就看到成雪将一大杯红酒倒进了宋小的领口,你在干什么? 成雪委屈地看我,我刚才手滑,我不是有意的,手滑,我亲眼看到你泼她红酒,成雪眼眶红了,倔强地挺着几倍,我不是故意的,道歉,什么?我又说了一遍,道歉。 随后脱下西装外套,披在宋小身上,她的白裙子红了一大片,成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你让给她道歉。 我深呼吸几下,平复着心情,做错了事,难道不应该道歉吗?她脸色苍白,长长的睫毛颤抖着,由于我们这边动静太大,许多宾客都看了过来, 成雪看向何玉博,对方没有理会她的眼神,而是跟一旁的美女聊得火热,成雪攥着拳头,指甲嵌进肉里,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,却不肯让她落下来。 对不起,她撂下一句,快步跑了出去,我带着宋小去整理衣服,直到上楼,宋小才笑起来。 我刚刚是故意的,什么故意的,她指了指衣服上的九字,故意不躲的呀。 我就想看看你会不会像之前那样偏她。 她,我被她气笑了,你这是什么逻辑啊? 她洋洋眉毛,当时我就在心里发誓,你要是敢袒护她,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 我以前总是偏阻成雪嘛,我想不起来了,在我的印象里,成雪没有犯过错。 现在,你通过测试了,我低头看她水灵灵的眼睛,通过了有什么奖励吗? 她歪着脑袋仔细思考,模样有些可爱,我忍不住去揉她的头发,她耳朵瞬间红了,没有像之前那样打掉我的手。 我,我,我想到奖励了。 什么? 她突然点起脚,在我脸上亲了一下,奖励你可以追求我。 我心跳得很快,脸也烫烫的,直到她拍我的胳膊,我才反应过来。 怎么了? 你不想追求我? 她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,但是她的眼睛却异常认真。 想,她又笑起来,这还差不多,之后的几天,我和宋小去了很多地方,我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。 不过我没想到,去公司给我姐送东西的时候,竟然会被记者给围住。 寿宴那次,我让程学给宋小道歉的事情,被人拍的发到了网上,虽然很快就撤了下来。 但是看到的人依然很多,孟先生,您是和程学女士有什么过节吗? 没有过节,我们是朋友,记者相互看了一眼,又问,但是那天你对她的态度。 不像是朋友,那天我是关心,责乱,没有注意语气,不好意思,记者也觉得挖不出什么,便问起了何玉博和程学的婚事,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? 我看向镜头,认真的开口,祝你们新婚快乐。 我的一句新婚快乐,竟然被各种传播,我们一家都有些苦恼,不过乐观的是,算是替我家公司宣传了一波。 之前和程学住的那套房子,我打算交给中介帮忙卖出去了。 在这之前,我还是得过去一趟,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贵重物品,再次走进电梯时,竟然有种恍然格式的感觉,墙上的广告没有变,却像是上一世看到的。 我一打开门,就闻到了一股酒味,程学坐在客厅里,茶几上放了十几瓶啤酒,他脸胀红,眼睛也有些迷离,像是已经醉了,听到动静,动作迟缓地看过来,复生,复生,你回来了。 他光着脚跑过来,扑进我的怀里,累不累啊,我的身体僵住,之前我进门时,他也会温柔地问这么一句,复生,我想吃你做的饭。 什么都可以,我很好养活的对不对,他仰着头看我,其实,我就算不嫁给何玉博,也能活下去的对不对,我还没有回答,他就哭了起来,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我的手背上, 你为什么要祝我新婚快乐?你真的希望我和何玉博结婚吗?这是你的真心话吗?我点头说是,他彻底崩溃,蹲在地上嚎啕大哭,我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,即便是之前生病,他也没有这样崩溃过,一时间,有些手足无措,为什么祝我新婚快乐? 他拽着我的手,一遍遍地问,我想了下,朋友之间的嘱咐。 你别多想,他跌坐在地上,目光涣散,嘴里呢喃着,朋友,朋友。 我将人拉起来,我先送你回去吧,明天不就要结婚了吗? 他一把扯住我的衣领。 附生,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?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,又有些期待,我点头,不爱了。一想到你,我心里只觉得疲惫,就像你说的爱也会被消磨掉。 他缓缓地松开了手,呆愣愣地站着,也不说话,只盯着自己的脚尖。 呦,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,何玉博协议在门框上,领口还带着女人的口红印记。 他含笑看着我们,要不你们改天再约,明天结婚,我怕你们弄得太晚。 当午时,间,我皱起眉头,刚要说话,承雪已经从我身边走过,直直走到了何玉博身边,何玉博鞋腻了我一眼,带着承雪离开了。 晚上回去时,宋小在等我,他探过脑袋,在我身上嗅了嗅,皱眉瞪我,怎么有酒味啊? 我在想,该不该将遇到承雪的事情告诉他,结果我还没说,他就问道,是不是遇到承雪了,你们还一起喝了酒。 不不不,我赶紧解释,我没有喝酒,在他怀疑的眼神中。 我还是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,他听完,担忧地看着我,何玉博会好好对他吗? 他竟然在担心承雪,我心里一暖,我怎么忘了他之前喂了一只流浪狗,跟家人对峙,三天都没吃冬,吸,最后,还是我偷偷给他送了些葡萄糖,但他还是饿得晕了过去,他爸妈那次后是真的怕了。 别说养流浪狗了,什么事都顺着他,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商量的女孩子啊,你干嘛这样看着我,我笑笑,你真好,哼,你才发现啊,是有些晚了,我早该发现的,第二天就是承雪与何玉博的婚礼,何家发了请柬,爸妈不想去了,我姐也有事儿,我和宋小成了家里最闲的人。 被指派去参加婚礼,我倒是没什么,宋小却一副担心的样子,你真的没事儿吗?我无奈地笑,真的没什么,我说了放下,就是真的放下了,不然我不会追求你,的。 嗯,他将头靠在我的肩上,去的时候,许多宾客已经到了,何家长子结婚,排场自然是非常大的,何玉博跟着父母在迎客, 见到我也是客客气气,玩得开心点,他跟我握手,我看到他眼里的冰冷,但他在笑,坐定后,宋小指着何玉博,看到梅,做生意之后,假笑练得多自然,我想起之前姐姐跟人谈生意识。 也是笑得脸都僵了,主持人不知道写了多久,将何玉博和成雪的爱情故事写得感天动地,何玉博不离不弃,照顾失明的成雪三年,成雪几次想要轻生,都被何玉博用爱留住,底下的人大约是都知道些内部的,只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,被这段故事感动得哭了。 这些宾客都是新郎这边的人,新娘那边的桌子,空无一人,像是故意刁难一般,特意整理出一张空桌子,时间一到,门被打开,成雪穿着中式的绣和服,缓缓走来,不是她喜欢的婚纱,就连婚礼现场也是她不喜欢的中式婚礼。 我心里暗暗叹气,这样的婚姻真是她要的吗?她没有父母,只能独自一人走向新郎,一切都很顺利,交换完戒指,仪式也就完成了,何玉博的动作突然停住,她神色紧张地看向台下, 众人都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,宋雪搭着肚子,站在那里,成雪慌了神,自己将戒指一把戴上,何玉博的目光,却已经粘在了英雪身上,她向前走了两步,被成雪一把拉住,预摆,马上就结束了。 再等等,英雪冲着何玉博微笑,眼泪却顺着肖瘦的脸颊流下来,她慢慢走过去,看着台上的何玉博,所以,我和孩子都被抛下了是吗? 何玉博眼睛眨呀眨,一把推开成雪,跳下台,站到英雪身前,慌乱地解释, 不,不是的,我,我,英雪笑起来,我早就该知道的,但我还是相信了你,可你呢,一直都在骗,我,不是的,我也是被逼的,她颤抖着手,想给英雪擦眼泪,却被对方躲开了,何玉博,我不想再看到你了,我们散伙了,说完,她一把擦干下巴上的泪水,转身就走, 何玉博呆呆地看着英雪的背影,手指摸向昏戒,轻轻抹擦着,几秒后,她猛地将戒指摘下来,扔在地上, 就要追着英雪而去,成雪眼急手快地将人拉住,玉柏,你要抛下我吗?何玉博转身看她,难道对她说了句,对不起,但是,我不能对不起英雪, 成雪疯狂摇头,声音尖利地喊道,你欠我一条命,你今天要是跟她走了,我不,会放过你的,我有些不解, 成雪之前就说过,何玉博欠她一条命,具体是什么,我却不知道了,何玉博将人大力地推开,随便你, 成雪中心不闻,摔倒在地上,何家二老也追过去,儿子,你不能去呀,你会完蛋的,但是, 何玉博冲耳不闻,追着英雪的踪迹去了,何伯母哭着哭着,突然跑过去, 在成雪脸上连三五六个耳光,你个废物,蠢货,连个男人都留不住, 我还没反应过来,宋小已经冲了过去,你儿子风流成性谁不知道, 把人家女孩,子的肚子,搞大了,还有脸在这儿结婚, 你们教育出这种浑蛋儿子,还好意思怪别人, 我赶紧走过去,站到他身边,何家二老顾念着情分面子, 也没有说什么,站在台上跟宾客致歉,宋小拉着成雪走了, 我跟在后面,出去后,成雪哑着嗓子说,我想一个人呆着。 我便让司机将他送回了家,你今天像个女战士,他露出胳膊上肌肉, 我一直都是好不好,我忍不住将他抱进怀里,又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, 他也会抱住我,我怕你太了解我之后,爱我爱得不能自拔,很期待。 成雪跟何玉博的事情传了几天,慢慢也就淡了下去, 到时宋小要去美国了,我有些难受,他的事业在那边,已经在这里待了太久了。 晚饭后,我爸突然叫我去书房,一进去,他就给了我一打文件, 来了来了,果然要让我进公司了。 这是我这段时间帮你整理的资料,你看看你想去哪个学校,学校。 他别过脸不看我,是啊,当初为了成雪你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, 现在这个机会又来了,把握住,我一页页地翻看, 前面是资料,后面就是我爸手写的方法了。 反正呢,你想去哪个学校都行,去的方式我已经写在后面了, 我鼻子一酸,眼眶也跟着发热,他叹了口气,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 不过我和你妈死了,家里的财产肯定一大半,是你姐姐的, 你也别心里不平衡,我被他逗笑了。 怎么会呢,我拿着资料出去,宋小知道后也很开心。 不过,我都二十六岁了,再去上大学,是不是有点? 宋小看出了我的顾虑,追逐梦想,任何时候都不晚。 嗯,我去,宋小比我先一步出国,我还要考一些事, 办一些证件,临走的前一天,成雪来找我。 他很憔悴,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,我和何欲博断干净了,那很好啊,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,我,我是想说,你能不能原谅我, 我们或许可以重新,开始呢,我摇摇头,不行了, 我已经爱上别人了,是宋小吗? 嗯,他苦笑一声,其实,我也知道会是这个结果, 但我还是想试一下,我真的不想,错过你,我看向窗外,没有说话, 他又轻声说道,我知道,即便没有宋小,我们也不可能了, 我点头说是,他故作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,无所谓, 反正我现在有钱了,我有些疑惑, 成雪,何欲博给我的三千万还不错吧?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,他笑着笑着,眼泪又流下来, 这是用我爸的命换来的,我已经,什么意思, 我爸是被何欲博开车撞死的? 什么?他之前说他爸死于车祸, 我没想到肇事者回事何欲博, 他说,只要我不说出去,不报警, 他就会娶我,还会给我公司的股份, 我没想到他,为了应血,连坐牢都不怕了, 他浮在桌子上,还好我有钱了,还好我有钱了, 不然我爸不就白死了,你说是不, 是,他的眼神让我有些毛骨悚然, 他也并不想知道地回答, 又像是在逃避,我还没说话, 他就戴上墨镜,低声说了句再见,离开了, 出国那天,我没让任何人来送, 登记时,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 在人群中一闪而过, 我没有放在心上, 踏上了新的旅途, 我和宋小在同一个城市, 我向他告白, 他答应了, 几年后, 我们又回国结婚, 回来后, 我爸妈才说何欲博被承雪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, 何欲博告承雪敲诈勒索, 两人都进去了, 我和宋小都依着你唏嘘, 唏嘘之后, 又去看婚礼的场地布置, 忙得不亦乐乎, 承雪彻底地离开了我的生活。